哈嘍,大家好,我是古晶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下韓版的最新更新哦 那這次要介紹的內容是這個武器進階的部分啊 那在這一次哎,法師改版之後啊 追出了武器進階的一個煉金而成哦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的律法師哦 然後這活動是1月27號開始的哦 然後目前煉金就是分為兩種 一種就是一般的武器的裝備的合成嘛 左邊這個是一般的裝備合成 然後右邊這個是我們這次新增的這個武器進階的一個功能啊 就點這個煉金 煉金術然後就進來就選右邊這個 就可以進來我們的武器進階的部分啊 然後大家見面就是類似這樣子啊 有三個格子 然後中間有一個 最新球 然後他這邊有加10加100加1000哦 然後還有加到MAX 然後 拼一次要10萬元金幣哦 他這邊有寫 10萬元金幣 就是你這個左邊這一個要丟這個高級的粉末 就是我們龍裝備啊龍武器啊 從出來的粉末 高階的粉末高級的粉末才可以 然後放上你的紅武哦 你的英雄階級的武器都可以放進來 然後這邊還有額外的一個加繩的一個道具哦 目前還沒有公佈這個道具是什麼 目前就是公佈這兩個啊 就是粉末跟武器 把這兩個放進來哦 然後放 大家這邊好像有一個規則就是 你放的這個粉末越多哦 成功率會越大 不過 不過這個應該還是要靠人品 有些人 粉末放很少他都馬上成功 有些人放很多還是失敗哦 所以這個我覺得應該還是看人品啊 不過你多放 他的機率一定會有調升啊 不過提升的趴數不知道多少 到時候再來看 然後如果你成功進階的話 就會變成這個紫色的武器哦 然後如果失敗的話 失敗的話就是粉末還有那個附加 加成的道具會消失而已哦 武器還會留著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啊 武器還會留著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些武器到底 是哪些武器可以用來升級哦 因為他目前好像 只有選定 只有指定幾把武器可以來做進階的一個動作 其他的武器好像是不能做進階的動作 好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到底是哪幾把哦 好首先是單手劍的部分啊 單手劍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用惡魔單手劍跟這個 真技劍來進階成克特之劍哦 就是單手劍都這兩把 好接下來是雙手劍的部分啊 雙手劍的部分是可以用這個 惡魔王的雙手劍跟沉默巨劍 來進階成騎士泛德之劍 好接下來是斧頭的部分 這裡用惡魔王的斧頭 閃道的斧頭 沉默之斧 來進階成古代神之斧頭 好接下來是長矛的部分啊 長矛的部分是可以用惡魔王之矛 還有這個奧里阿魯根矛 來進階成獨代神之槍 好接下來是雙刀的部分 雙刀的部分這裡用惡魔王雙刀 跟暗A雙刀來進階成咆哮雙刀 接下來是鋼爪的部分 鋼爪的部分這裡用惡魔王鋼爪 跟暗A鋼爪來進階成震怒鋼爪 那弓箭的部分有四把 有惡魔王之弓 還有腐壞的長弓 暗A十四弓 還有安迪斯之弓 他們可以進階成惡夢長弓 接下來是步槍的部分 步槍的部分有這個惡魔王 步槍跟解放者步槍 可以進階成極品步槍 那火炮的部分 可以用惡魔王的火炮 跟不死鳥衝擊波 來進階成紫羅蘭火炮 好接下來是魔杖的部分 魔杖的部分可以用惡魔王的魔杖 跟這個冰之女王的魔杖 來進階成這個傑羅斯魔杖 好接下來是鎖鏈劍的部分 可以用惡魔王鎖鏈劍 跟寒冰鎖鏈 跟四劫蛇鎖鏈 來進階成殲滅蛇鎖鏈劍 好接下來是匕首的部分 匕首的部分是可以用惡魔的匕首 跟這個奧里阿魯跟短劍 進階成阿斯泰爾匕首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武器的一個進階介紹 就是可以從練習書這邊 右邊這邊進來 然後放上我們的武器 放上我們的墳墨 就可以來玩我們的進階囉 好那我們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古今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 掰掰 這樣子說到這裡 如果對這有應付哦 訂閱就來騎下去哦 來訂閱我們的頻道哦 你沒找古今台港啊 泡茶啊 可以加入我們一種FB粉絲團 還是賴群哦 目前賴群叫做古今與古威的秘密基地哦 大家可以加入進來 來這位台港泡茶啊 我們這樣才會知道 將這訂閱哦 訂閱這頻道 然後這 加入我們FB粉絲團 都有我們的賴群哦 好 按著公大家 大家掰掰 再按讚 我們下次見 再按讚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